拜师 吴渊心中一击灵 终于来了 可同时 吴渊心中也生起一丝一惑 老疯子称呼东阳剑仙为师弟 吴渊虽不知宗门有多少上仙 可据他所知 东阳剑仙已是宗门最古老的上仙之一 老疯子年龄还要大些 前辈 吴渊郑重道 您对晚辈有受到知恩 晚辈铭记五内 从内心来讲 晚辈愿拜前辈为师 只是 吴渊画风一转 拜师之事 姿势体大 晚辈总不能不明不白拜师 总要知晓前辈的具体身份 虽从种种迹象表明 老疯子就是龙兴先宗的一位强大上仙 可吴渊不敢赌 要知道 这是拜师 师尊亦是师父 如师亦如父 老疯子如此郑重其事 肯定是要收吴渊为亲传弟子 吴渊岂能不慎重 必须要明确对方身份 哈哈 好小子 倒是没被冲昏头脑 老疯子笑道 你可称呼我为男隐 乃宗门的 守宗人 具体什么意思 等你实力强大自然会知晓 除了东阳师弟 长教等寥寥数人 宗门中如今知晓我的 以及少 论实力 宗门内 我应该仅次于东阳师弟 老疯子笑呵呵道 吴渊听得安静 难隐 没听说过 守宗人 吴渊更未听过 但稍一推测就明白 老疯子 大概率是龙兴先宗隐藏很深的一位强者 不到宗门危急存亡时刻 不会现身 难怪如此神秘 难隐前辈 吴渊一咬牙 道 晚辈敬重前辈 可如今都是前辈一面之词 晚辈也无法验证 吴渊已信九分 但还是有点怀疑 真如此巧合 分一丝面头 进入龙兴先境 你自会明白 老疯子笑呵呵 也不恼 吴渊先一愣 立刻分出一丝面头 进入龙兴先境 龙兴先境 个人宫殿内 吴渊刚一进来 跟着就见到无数光点汇聚 化为人形 老疯子 竟凭空出现在他的个人宫殿内 这 难隐前辈 吴渊震惊无比 这里可是龙兴先境 按先境的规则所言 个人宫殿 即便是上仙都没有资格强行闯入 而眼前的老疯子 别意外 龙兴先境由宗门掌控 自然有特殊权限 老疯子笑呵呵道 我东阳建仙 长教 拥有龙兴先宗的管理权限 吴渊明白了 对方 相当于先境的管理员 弟子信了 吴渊恭敬道 眼前的一幕 他不得不信 对方真是宗门 一位地位极高的神秘上仙 名为南隐 嗡嗡置两人的念头 同时抽离出龙兴先境 天心原土一侧 方圆一里的御台空间内 前辈 吴渊恭敬道 在你做出决定前 我一同你说清楚 老疯子笑呵呵道 东阳建仙 不愿受你为徒 并非是你天资不够 而是道的缘故 道 吴渊一愣 他虽对土之道有所参悟 可最擅长的 并不是星辰之道 在这一方面 我才是宗门第一人 老疯子道 吴渊恍然 原来如此 况且 老疯子说得没错 他在星辰之道上的感悟 的确极高 超乎吴渊想象 须知 想要参悟中卫法则极难 许多地仙都未必能入门 更别谈指点谁 当然 东阳不愿收徒 也有其他原因 老疯子道 我想 你如此天资 却愿拜入龙兴先宗 恐怕也是奔着东阳来的吧 是 吴渊点头道 这一点 没必要隐瞒 不过 吴渊又开口 东阳剑仙 的确强大 但在弟子看来 前辈你 更适合我 狮则图 图一则狮 或许 东阳剑仙 更厉害 但对方一直不理不睬 明显瞧不上自己 吴渊同样有傲气 而老疯子 八年来 一直教导自己 且在星辰之道上感悟也极高 从内心来讲 吴渊也愿跟随对方修行 行 我也提前向你说清楚 我来守宗人 所以 即便收你为徒 也不能暴露 你更不能向任何人提及我的身份 老疯子道 另外 我早年闯荡在外 亦有一些生死大敌 你能不暴露 是最好的 不暴露身份 吴渊轻轻点头 弟子明白 换句话说 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自己是难饮的弟子 我若要收徒 还得经过长教同意 随我来吧 老疯子笑道 一挥手 顿时 周围景象变幻 带一切平静 吴渊目光扫过 两人已经来到了一座 宏伟无比的电厅内 高达数万丈 宽度更是惊人 大殿尽头 正供奉着一尊 盘踞一团 闭目凝神的庞大青龙雕像 足足万丈之长 宛若小山般 雕像的气息浩瀚巍峨 令吴渊心中本能一颤 好可怕的气息 而此刻青龙雕像下 一位红袍中年人 争战着哪里 他气息虽强大 却温和无比 就仿佛太阳般 让人由衷舒服 红袍中年人 似乎等待了许久 长教 老疯子笑嘻嘻开口 呼 红袍中年人转过身 微笑道 男隐师兄 以下同意 成为你的弟子 红袍中年人的目光 落在了吴渊身上 弟子吴渊 拜见长教 吴渊公身行礼 心中更是一颤 仿佛一切都被看透 好可怕的一双眼睛 不愧是长教 不愧是上仙 免礼 红袍中年人一挥手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吴渊 直接拖了起来 离下已答应 老疯子笑呵呵道 长教 你可不能反悔 是东阳师弟不愿收离下的 嗯 红袍中年人点头 看向离下 离下 你的资料情报 闯一星塔的战斗影像等等 我进阶见过 你 堪称 宗门漫长岁月来 最优秀的金丹镜弟子之一 吴渊安林听着 最优秀 不知长教有没有夸大 宗门高层经过商议 本想让你拜东阳见仙为师 可有种种原因 红袍中年人道 难以元老 或许更合适 他乃是六节上仙 实力非凡 远超寻常上仙 他从未收过弟子 如今只愿寻一传人 你拜入他门下 不会差多少 六节上仙 吴渊听得一惊 岂不是说 据天仙都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的一位师父 或许比不上 媲美天仙的东阳见仙 可擅长星辰之道 足以弥补许多 况且 一位愿指点自己 关心自己的师父 更为重要 好 我最后问你一次 可愿拜南引元老为师 红袍中年人问道 弟子愿意 吴渊正重道 那就当着先祖之面 行拜师礼吧 红袍中年人一边说着 一边向青龙 调向微微躬身 老疯子坐在了一玉台上 弟子篱下 吴渊毫不犹豫 贵符在地上 拜见师尊 重重磕了三个头 哈哈 好 老疯子露出一丝笑容 我难饮 也有徒弟了 从今天起 你便是我门下大弟子 恐怕也会是唯一的清传弟子 起来吧 吴渊站起身 恭喜师兄收得家徒 红袍中年人也拱手笑道 忽然 老疯子一挥手 将一枚青色令牌扔出 徒儿接着 吴渊连伸手接过 这枚青色令牌 通体泛着金属光泽 不知是何材质助就 正面镌刻着青龙二字 背面有万川山河之景 看似普通 可握在手中 吴渊却本能感受到 一股古老幽远的气息 从令牌中传递出来 这枚令牌 乃星龙令 是先祖赐语 老疯子道 算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 先祖 吴渊明知顾问道 有些事 本该等你成为帝仙 才能知晓 那便提前和你说 红袍中年人道 先祖乃是我龙兴先宗唯一的天仙 永恒的天仙 先祖是我龙兴先宗的根基核心 红袍中年人郑重道 天仙 吴渊一脸震惊 心中却道了一声 果然 从今往后 你是我弟子这件事 只由你我师徒 长教知晓 老疯子道 在宗门外 你持有令牌 行走在外 你便自称是先祖记名弟子 可免于暴露身份 是 吴渊公敬应道 心中却有些疑惑 有必要如此谨慎吗 男尹师兄 将丽夏带去你的道场吧 红袍中年人开口 老疯子点头 一挥手 他和吴渊已同时消失在电厅内 仅剩下红袍中年人 嗡 无声无息 一位风神如玉的白衣青年 出现在电厅中 他的目光望向大殿外 似能透过层层空间 看到极远处 东阳师兄 何必如此 红袍中年人轻声道 你完全可直接收立下围图 只要不走漏 消息便行 不可 我的敌人 是天仙 自当小心在小心 白衣青年平静道 做师傅道 但为弟子考虑 刚一入门 就为他招来一群强大敌人 何苦 我向仙祖求了这份令牌 再有南尹这重身份 做进一步遮掩 想来 其他势力 在江里下和我联系到一起的可能性 会很低 白衣青年道 南尹的身份 伪造好了吗 嗯 红袍中年人点头 南尹 本就是当年宗门失踪的一位帝仙 有据可查 伪造最后一部分痕迹罢了 不难 白衣青年微微点头 若我渡劫生死 将来离下城帝仙时 自然会知晓这一切 那时 他才算有自保之力 师兄 你定能度过第九仙节 红袍中年人忍不住道 哈哈 见你吉言 我先行一步 去教授弟子了 白衣青年微笑道 我可还从未真正教授过弟子 自当体验一番当师傅的乐趣 滑 白衣青年飘然里去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